大家好,我是追尹,今天接着我们的圈黄98C连级版的实况 对着你说这趟比赛来对圈黄前往火球树双方展开一场三文的强二之战 开场圈黄前往选中金家帆对抗火球树的麦卓 这两位也是三文界的顶尖选手啊 好,咱们来看清一圈死亡之爪直接确认 麦卓开场就非常浪 两次ZD之后还没有完 啊,金家帆他不服了 他一个扮演者欧洲旋风腿空而沉 好,这个距离能行吗 突然反跑的是这个距离没办法怼到脚连的 现在再来一把空车城 金家帆在招着夜人那么快空中弹一发凤凰脚啊 哒哒哒哒哒 火球的瞬间残了 残血以后火球树也试图用你下亲手确认 非常的快速 但是他并没有跟上大招 他一手又裸了一发凤凰脚 全王全王今天火力有点猛啊 好,现在看还有一滴血的时候 全王全王直接抓摔一波 这样带走 接着看下一场 金家帆只要保留这股气势 我感觉穿三都问题不大呀 现在看火球树的琢磨出手 节奏一定要快 出招一定要帅 好看,琢磨还是被反弹 旋风腿空而沉一脚踢飞 好啊,怼到脚了八只脚 哦,对手直接怼大了 这都被废了 琢磨居然没有任何办法来打击这个金家帆 好,金家帆虽然说连招没有连上 但是节奏依然很快 对手的大招又被废了 连飞两次大招 火球树现在要爆炸了 半夜展怼上去,空中弹一发凤凰角 空中再弹一发 哇,没有血了 对手已经扛不住了 去看下一局 第三局 咱们看火球树他的大门 这个不动的大门一出场 感觉火球树心里就有底 在大门直接启动了一个爆气 金家帆还是这种骚操作 仍然是非常快速的一个操作 现在空弹凤凰角 但是被反了 再不反就要被这个金家帆给连死了 气势已经把他压下去 半夜展怼上去 依然是拿不住个金家帆 各种骚操作都有 哎 但是碰到头戚以后 金家帆好像有点浪不起来了 现在大门就把他抓到角落 好,蹦的不到了吧 头上不跟 头上不跟 近身抓 对落第一发力头 然后再次跑跑过去 大门的这个母鸡 真的是给大门 对增添了几分气势啊 踏踏踏踏踏的 现在看大门又一手天地反抓过来了 落地摔 落地摔 好,角落跟一手天地反再摔 摔得让对手招架不住啊 直接摔死了 现在杀到拳王亲王第二个人 难道说一个大门拳王亲王就没有破解之啥吧 现在来看他的真 开场就凹 大门那就抓他一下吧 这个堵招是很难堵到的 在高端局中这种堵招现象 不是特别稳的话一定不要用 现在大门能量非常足 他直接爆了一切 没有抓住 抓住了 这个距离刚刚好 全王亲王这等于是送了一招啊 现在超杀篮之战把他吸住 想起身 不可能的 好,扔上去之后再摔 可能这一套要把他直接摔死了 这就是大门的可怕之处啊 因为投机在 拳王98C里面是得到了一个简化 比较好处 落地抓 直接摔死 现在杀到拳王亲王最后一个玛丽 咱们来看他最后一个玛丽出招如何 好的 好的,玛丽直接发动爆气 大门也直接发动爆气 玛丽再跳上 哇,大门直接又抓了 现在一个爆气能 蓝之山 没想到一个大门 可能反三了啊 你看又抓 只要近身就是抓 一个破绽就是抓 各种抓 蓝之山来了 这一波蓝之山过后 对手一起半削一下 好像已经无力回天了 这个玛丽 错失了太多的好机会 特别是第二个人 所以送的太精彩了 超大外哥 来了哟 也是抓 完了 哇,地狱结落 最后再跟一手蓝之山 对手就没有血了 头上副根 超大外哥 对手蓝之山 完美的一个霸气收尾 结束了 好的,火球术成功反三拿下这局啊 也是相当精彩 我们接着看下一局 拳王拳王需要稳定一下 自己的心情 被摔得有点难受啊 好的,他拳王拳王这一次选出了谁 三问出了一个蓝 克拉克 哇,这次拳王拳王也有头技 而且选出了克拉克 博拉尔夫兄弟俩 好把开场火球中真务对抗 能拿着这个辣尔夫吗 开场直接逃 辣尔夫顺势也是想对上一拳辣尔夫的 哎,真务 大法眼使非常稳啊 你看这就来了 C的大招 反边要启动一个连续的大招连击啊 这招真的很无解 好抓 再来一个重拳 还有我们在套路 恐龙恐龙 抓 还有一滴血 还在浪啊 看来全王天王的气势一气 这一局看他的克拉克 他的真武也来了 把克拉克放到最后 他也试图用一个投机角色进行翻盘 我们来看他们成功 好真武机会来了 我们一手不能拽到 弱地反了一手 cd大招来 好大招来 哇塞好过瘾啊这个 现在又一手连技 堆到角落了 看全王天王也只剩下一滴血了 他 他倒是反出来了 现在他也用连续的大招循环 怼过来 连技连技 好对家人 哎呀一不小心 太不小心了 没有浪起 好的吧来看第三局了 全王亲王最后一个克拉克 这个克拉克的投机也不输大门 看克拉克开始了 下方攻击 跳起来压 好真武一个精准打击之后 稳住 哎对手还闪身啊 克拉克继续压了一手 好反身会想抓没有抓住 对手还闪 克拉克再压上一手 哎好稳住 克拉克看能不能再压一手 一点血 连续的不断跑跑虚晃 跳抓一手 白白了 接着看下一局 下一局看火球树 他第二个人 跑到火球树的威斯出手 咱们看威斯 直接跑抓 哎克拉克强反 强反这么早就用了 那后面是不是很危险了 看克拉克后面能抓到一手吗 抓一手 跳抓 哎 跳甲 这个操作有点骚 直接超杀爆一爆 哎 超杀就可疼了 大残威斯 问题不大 现在扔到角落再摔 遍地打滚 滚地板和威斯 跳抓大招再爆一爆 哇 现在威斯已经残了 好卡拉克 哎又抓一个遍地打滚 哇 然后再跳抓大招 应该就没血了吧 太狠了 这段操作 突厉突厉突厉 这下是不是要用克拉克反三 来看火球树最后一个 压连娜 统统爆气 准备干一波狠的 哎 克拉克 哦 好机会 对手的一个圣龙打断一道伤害 没有打全伤害 所以说克拉克还可以再接着连又一波突厉 来了 凤凰剑反出之后克拉克再抓一手 大招戏 一波大招强戏 又是突厉突厉 好 踢踢 哎呀 一不小心 压连娜现在能量很足 但是还是被反 哎 激炮拳 没有了强反 克拉克闪身接大 哎 没有接大呀 刚才没有气 可惜了 咱们看压战又空头凤凰剑空中给超杀 这一区火球鲁是不是稳了 好闪过来跟一手抓 哎 跟一手生龙 这是什么 哇 那拳王七王 最后一个大招直接翻盘 也是没谁了 其实火球鲁刚才有一点小小的数 那比分来到了一比 我们继续看下一局 下一局 我们看双方随机会谁 随机 大法 运气 成分还是有的 这一局的话 拳王亲王 龙二大猪 哎 有个大猪啊 好 这次拳王亲王 感觉胜率又非常高 怎么看火球是洛奇出手 洛奇空中旋风腿 直接连 好 角落最佳人 现在看龙二开场就是 哎呀 有这个招式有点定不住 浪不起来 中断蛇边接避伤 距离太远 没有顶到 现在看对手又一个破招 大康 CD 好 角落摔 后面再次中腿逆向 直接压了过篮 这个逆向也是相当漂亮 踢杀蛇边接大招 这个逆向其实很难防的 龙二这招逆向 落地抓 反别更大 必须死俩 第一局就是这么好的结局啊 对拳王亲王来说 而且有大猪首尾 所以说他是稳了吗 这一场 咱们看火球术第二个人 这一次火球术有一个哈维帝 吸血将军 好的 吸血将军直接开波特 也发动了一个暴气 试图逆向打击 龙二稳住 跟一手CB 对手直接强吸 超杀 哇塞 其实火球术的吸血将军用的超强 然后下班 好套路 能不能吸到 龙二应该不会让他再近身 然后跳起来 吸血了 龙二还有一滴血 他想反驳 但是反的太早了 好的来看拳王亲王下一个人 不要急 他有大猪 大猪这么肥啊 认他怎么也吸不干的 所以看特瑞 水石踢大灌蓝 走一走 好中断杀打中了 到月踢 水石踢过眼 大灌蓝取消 大灌蓝三位 大灌蓝第二 最后一下没打到 好空中乌鸦坐飞机 空中接吸血 这个又吸入了 那这场的话 这个结果就不好说了 这样下去 因为火球术就把优势给拉了回来 用将军 好两次的大灌蓝 虽然说打到 反正不能一套带走啊 好 冲拳 好 想吸血 投机拆 看能不能利用快节奏 哎呀 对手大招没有接起来 大招又没有接起来 这一次大招还是没有接起来 但是特瑞已经没有血了 大灌蓝 抓 滴血翻盘 这个将军 都修正了几波 都没有找到大招的这个节奏 现在看火球术最后一个红丸 飞席 跳起来 哎呀哎 好 红丸防住 大灌蓝 红丸机会来了 红丸逃 然后来一手大发带着吸到角落 结束 就看最后一局了 其实火球这个角色也不弱 红丸的拳脚是超强的 咱们来看拳王七弄大猪的手 大猪开场中C 哎 现在开BC 开跑器 首次机会被红丸抓住 强反没了 大猪危险了 感觉这第五局中 谁先交强反 谁就基本就凉了 你看红丸抓到这波机会 开始猛揍了 一套带走 问题不大 因为他没有了强反 哇 飞席 真的一套死了 大家来播关注 每天更新精彩的视频